东北五仙的传说你一定听说过 但你绝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他们是道家派来维护时间的地仙 但也有人说他们只是半路出嫁的鬼怪精灵 压根跟道家就扯不上半点关系 传言他们之所以信众无数 称霸一方 完全是得意于跟皇家定的那份幽冥契约 那么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在揭开他真相之前 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上古时期 在上海经以及一些远古部落的图腾中 我们不难发现 许多神都是以人手受身 甚至直接就是以动物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对动物化身为神的信仰崇拜 从上古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那么在人类文明开化后 对于动物成仙的信仰有没有削弱呢 答案是没有 曾有学者对动物修仙的事情研究后推断 最早可能出现在上古时期 甚至是包括周朝往前 可是从周朝开始 人类的文明就已经进化到一定程度 怎么可能还会包含周朝呢 乳学典籍上述中曾提到过 人乃万物之灵 据说这句话就出自周武王之口 这意思就是说 人是世间万物中最具有灵性的 那这里的世间万物也包含了动物 可见在周朝时 就已经把人纳入到动物类别 这就不奇怪 为什么动物会被神化 那除了周武王对人类的定义之外 西游记也是佐证 在西游记中将动物分为两类 一类是妖兽化 另一类则是神仙化 而这两类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从动物修行而成 虽说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 但也不难看出 在古代人们的前世中 似乎对动物神话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说 由于古代没有科技文明的支撑 导致了古人对怪力乱神之说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释 但为什么到了科技发展的现代 还会有人对这种动物神话的事情 深信不疑呢 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北五仙 传说东北有五位神仙 分别是狐黄白柳灰 也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 有传闻说 东北地区的人民对五仙那是身心不疑 甚至还会在家中供奉五仙 以求神仙保佑 据说五仙发展到现在 不仅包含了这五种动物 也包含了家中去世长辈的亡魂 为何动物修仙会和人类纠缠在一起呢 难道这其中真的暗藏有什么玄机吗 这其实是东北五仙修炼的一个规矩 就像所有受香火供奉的神一样 动物成仙也需要激功雷德 传说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介入到人类社会 通过满足人类的诉求 从而为自己激功雷德 最后功成身退 从而达到修炼成仙的目的 那么东北五仙究竟有多厉害呢 估计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朱彦璋感受的深刻 我们对于朱彦璋的了解 大概就是他是明朝开国的皇帝 但传说朱彦璋在家中尤为长辈尤为擅长倒数 并且颇有成就 只是在后来到了朱彦璋这一带就断了 而朱彦璋在成立的大明王朝之后 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曾多次率领民军亲征开疆扩度 据说当时的民军百战百胜 是战场上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存在 但就是这么漂亮的战绩 到了东北地区却被改写了 传说朱彦璋率领军队到达东北之后 多次遇到奇怪的事情 据一些史料记载 有天晚上民军准备发起总攻 突然成千上万的老鼠涌了进来 直逼民军的阵营 没过多久 这民军中就开始流行了鼠疫 这奇怪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传说有一次民军在战场上作战 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 结果晴天就突然出现惊雷 这天雷劈下来 正好砸在了民军的旗帜上 这领兵的将军大惊失责 难道这是上天在责罚自己吗 于是民军吓得丢枪弃甲 似乎民军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 在阻止着朱元璋入侵东北 传说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视 毕竟他祖上有人就是干这个的 相传他的外祖父在当时的元朝 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巫师 于是他就立刻叫来自己的军事刘伯温 请他帮自己出谋划策 而刘伯温此人也是颇通法术 曾为朱元璋斩尽天下龙脉 紧接着这刘伯温就立刻沾了一挂 随后面色凝重的向朱元璋说道 这东北之地多生密文之事 想要攻下此地就必须借助化外之力 也就是说想要攻下东北 就不能采取常规的作战手段了 就必须使用一些幽民之力 然而刘伯温对此事也是十分忧心 虽然自己的道行不浅 但与鬼神签订协议 这还是头一次 恐怕日后会遭受到反噬 可是朱元璋才不管这些 于是这刘伯温只好领命 神奇的是在刘伯温出手之后 原本在东北屡屡碰壁的明军 居然在此后硕次能以少胜多 顺利的攻占了东北 而这就是著名的幽民契约 这幽民契约的建立 到底会带来哪些后果 这为何刘伯温在去世后 告诫自己的后代 不允许再碰此等秘书 传说刘伯温帮助朱元璋 签订了幽民契约之后 曾数次告诫朱元璋 借助化外之力 势必会遭受反噬 但朱元璋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眼看劝不动朱元璋 刘伯温只好在临死前 交给自己后代一本书 并告诫自己的后代 不允许走自己的老路 传说这本书十分奇怪 上面写满了先秦时机的文字 这很多人都读不懂 刘伯温去世之后 这幽民契约的反噬接踵而至 先是在红武二十一年 这城内的积压 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的全死了 而后就有人上报朝廷 说夜间常有白衣人出现 甚至有百姓亲眼看到过蛇皮人 这此时的朱元璋 才想起刘伯温生前的话 知道这些怪象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遵守 和东北武贤的约定 也许是朱元璋就赶紧召集天下术史 想要破解此法 这幸运的事 还真有这么一个术史 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这个术史在得知 刘伯温留下的奇书之后 就找到了刘家的后代 想戒约此书 而后就告诉朱元璋 这城内之所以出现怪象 就是因为武贤在东北地区施法 这朱元璋身为一个关外人 却借助了东北武贤的法力 破坏了阴阳平衡 但如果想要恢复这种平衡 就需要用一把鬼头大刀 供奉到山海关 而这把鬼头大刀 其实就是杀人无数的大刀 因刀上沾满了鲜血 这刀下又有许多亡魂 所以又叫鬼头大刀 当时明朝刚建立不久 想要寻找一把鬼头大刀 并非难事 于是这朱元璋 赶紧让人到军营中 找到了一把鬼头大刀 按照术史的话 供奉在了山海关 果然从此以后 这关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异象 而关外东北地区 也是家家户户 供奉起了武贤 如果今天你到山海关去旅游 说不定还真能看到那把大刀 只不过据说此刀 后来也曾被人掉包 那么东北五线 背后的秘密 你还知道有哪些故事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好了 关于本期的内容 今天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